Flash Let's 加油! Flash Let's 加油! 雷暑的传说们快速加油! 在赛道飞逝 沿途遍波齐不中摇摆 多少事情在掌握内 多少事意料之外 看 你追我看 分秒间一时反应能耐 战狂激烈心也澎湃 三天重现热切期待 放夜世界天大地大 只要相信梦想就会存在 胜利大门等我来打开 来吧Flash Let's 加油! Flash Let's 加油! 雷暑的传说们快速加油 弯弯曲曲 三天飘逸 穿过重重障碍超越对手 每次比赛技术交流 剪一分斗一场身手 为真情胜利不到最后不保修 连对挫败是目的痛 孟高因为要跟随父亲搬家的关系 来不及参加俱乐部的比赛 林峰 林云 岳明跟小林 为了完成孟高参赛的心愿 特地为他举行了一场 别出心裁的告别赛 众人在依依不舍的情况下 送别了孟高 更凭着他们的战车 刻下了友情的印记 妙妙顶电雷速灯遥控车大赛 总决赛名单上的赛首已经陆续产生了 他们就是一号赛首马晓玲和他的白骏号 二号赛首迪杰以及欧诺特VX 三号赛首李月明和他的电光号 四号赛首林峰和他的风影号 五号赛首林云和他的雷灵号 最后一名入围的是六号赛首田一峰和他的战狼号 到底谁能成为这场激烈赛是最后的冠军 而大赛的奖品一百瓣妙妙提拉米苏 又会花落谁家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现在六位赛首都已经在赛首控制席上准备就去 西炮线上六家赛车都已经蓄势待发 为大家送上一场精彩的对决吧 准备 准备 开始 马晓菱的白骏号首先冲了出来 但是欧诺特VX紧追不放 风影号也很快跟了上来 再靠位置稍微靠后的三部战车 雷灵号在电光号的右侧超车了 战狼号暂时落空了 现在领先的仍然是马晓菱的白骏号 第一阶的欧诺特VX群居第二 这个第一阶好厉害 不过我是不会输的 马晓菱已经开始感受到我的压力了 第三第四第五位分别是风影号雷灵号和电光号 快冲啊雷灵号 快冲啊雷灵号 啊 到了路万卫 还在加速 可心 太答应了 好像已经被灵风超车了 电光火车之间形势已经完全转变 欧诺特VX在过弯的时候抓准了时机 顺利超车 踏到了第一位 原来领先的白骏号落到第三 被风一号反超了 什么 那不站车 哦 原来后面的排名也在变动 战狼号超过了电光号 排在了第五位 直追第四位的雷灵号 前列位置又有一番龙争虎斗 灵风的风影号提前转向了 难道它是想 落啊 红队 赶持了 白都有 哥哥跑到第一了 我也不能落后 冲啊 雷灵号 注性 击死 哦 马晓菱发挥了应有的实力 若完全超车 现在来到了第二位 看着吧 不只是第二位 我还会拿到冠军的 这是那个 0 2 3 嗨 还有 二号赛手迪捷的欧诺特VX 在断桥位置和林林的雷零号 发生动撞 跌出赛道 提前出局了 雷零号现在排到了第三位 不好意思 先走了 很快进入复杂的蛇形弯道了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 各位赛手都降下了速度 走 不 不 林林三首还是越挫越勇 丝毫不为切这个弯道的复杂性质 但这精神的行动 还是让人拿捏一把汗呢 如果被他们撞到 很可能会被撞离赛道 会被取消自个的 我真是天才呀 我真是天才呀 看到我的实力了吧 男人婆 太不可思议了 五号赛手凌云 不但化险为夷 顺利通过了蛇形弯道 而且在切入直道的瞬间 领先马晓琳 夺得第二名的位置 目前凌峰赛手的优势 依然明显 哦 第四 第五位的田逸峰和李月明赛手 也顺利通过蛇形弯道了 闪电飘移 封印号率先使用闪电飘移 后面四位赛手也如法豪制 顺利破弯 进入一段三段式的连续直道 速度就是我的优势 哥哥 你要小心了 上啊 雷灵号 直道上的竞赛速度就是关键 拥有直道重视型战车的赛手 能不能在这里有所欺负呢 果然 雷灵号马上掌握直道入室 逼近了峰影号 哇 两车实力相当 争持得十分激烈呀 超车了 在内外弯道切换的时期 明明赛手找准位置 火断加负 顺利反超夺得了第一的位置 看到我的实力了吧 可恶 居然被他抢到第一 直道上 小鱼果然有着绝对的优势 赛事接近尾声了 带头的依然是五号赛手 凌云的雷灵号 第二 第三 第四名位组路面 分别是封影号 白骏号以及电光盒 战狼号仍然落在最后 与前车相差有六七个车位 看来机会不大了 一百磅的提拉米苏 很快就会受我的了 第一位的雷灵号 再次把众人抛离 封影号紧追不放 过了这个弯道 就是这场比赛的 最后一段直路 能否抢先出弯 是这次的决胜关键呢 目前排位不变 凌云峰赛手的战狼号 似乎出现什么状况啊 你 你 为什么遥控亲笔反应 喂 路完要紧速啊 亲笔的车小心啊 我的车不是动起了 快闪开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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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控啊 小心啊 快闪开啊 战狼号失控了 几次差点撞下赛道板板 其他赛手都纷纷避开了 现在战狼号 一举窜到了第二位 不过看样子 失控的情况 仍然没有得到复制 这人怎么不识 会不会玩吹 王 他冲过来了 规险驾驶啊 速度太快了 战狼号在入弯的时候 还是不能降低速 大狼要出事了 好 飞看啊 上大狼那个 1什么 2什么 为什么 0号 découv 完完就好 站好幽涛撞到维林桶之前 及时停住了 不但没有撞到 砸受救命线 直重终点了 喵喵丙电雷速灯遥控车大赛 冠军终于产生了 她就是六号赛手田义峰 真是出乎意料 他竟然因为战车的失控 在最后关头超过了其他赛手 从而成为总冠军 现在我们有请这次比赛的赞助商 妙妙丙店的老板周旺先生颁发奖杯 冠军田一丰赛手 可以随时到妙妙丙店提取 总共一百磅的提拉米苏 想不到我会胜出 眼看冠军就要到手了 居然被那个傻乎乎的 甜什么疯搞砸了 一百磅的提拉米苏啊 对 妙妙出品的提拉米苏 香味特别的浓郁 每吃一口都有幸福的感觉 真是太可惜了 真想不到 原来你跟小云都是提拉米苏的粉丝啊 你们两个终于有了共同的爱好了 谁跟他有共同喜好 算了吧 其实呢 这次比赛我们应该输得心服口服 那家伙只是走运而已 要不是被他撞到 我们现在吃的就是提拉米苏了 我们平心静气的想想看 他能赢得这次比赛 绝对不可能单靠硬气的 你是说田一丰的失控是故意的 凭我的感觉 认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赛手 一百磅提拉米苏的仇 我是一定要报的 哥哥 我们这就练车去 考试快到了 我们还是先专心复习功课吧 总之我一定要打败他 小珍 我知道你喜欢刘华 这两张是刘华演唱会的门票 第一行的座位送给你 给你最爱的人去看吧 刘华 小珍 我知道你喜欢刘华 这两张是刘华演唱会的门票 第一行的座位送给你 给你最爱的人去看吧 刘华 太好了 是明天晚上的票 明天晚上我要去当家教 你还是找别人去吧 舅舅你回来了 刘华演唱会第一行 你们去看吧 舅舅我们的考试快到了 没有时间去了 就是嘛 要是我们考得不好 你就要花钱帮我们请家庭教师了 家庭教师 哦 你们需要家庭教师补习吗 哥哥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请进 小枫 补习老师来了 嘿嘿 一风 你好 可以开始上补习课了吗 可以了 小珍姐姐 考试快到了 她成绩一向不大好 换了好几个补习老师也没有用 麻烦你好好的教教这孩子 让他考个好点的分数吧 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 请放心 那拜托您了 原来一风你也喜欢玩遥控车啊 嗯我不太喜欢玩的 其实只是拍照的时候刚好拿着吧 啊那招片里的老人家是 是我奶奶 小珍姐姐 我们开始补习了 先补习什么好呢 其实我看你平常的功课 即使不用请补习老师 也应该有好成绩的 但你妈妈刚才说 已经给你请了好几个老师了 因为那些补习老师教得不好 不过小珍姐姐比他们好多了 我想我一定会有好成绩的 好吧 我们一起加油吧 嗯嗯 放眼世界天大地大 只要想起梦想就会存在 胜利大门 灯火来打开 舅舅你在干什么呀 嗨 我参加了公司的周年K歌大赛 我要练习嘛 你这么吵 我们怎么温习功课啊 哦 怕什么嘛 万一你们考杂了 我给你们请个家庭教师就好了嘛 对了 我们一起唱歌吧 我们进房温习吧 嗯 我刚给你们煮了夜宵室 吃完再温习吧 不用了 教师妈 哎呀 你别再挨着我们读书好不好啊 好的 新鲜的西瓜 你自己吃吧 请不要再骚扰我们 好的 喝点鸡精提提神吧 我们非常精神 你们洗澡了没有 我帮你们凑备 拜托你了 你们累吗 我懂按摩的 哎呦 哇 吃早餐了 啊 没有别的了吧 天亮了 嗨 早啊 哎 你们干嘛 通宵温习啊 通宵是通宵 但温习 哎 难道你们没温习吗 今天就考试了 啊 啊 虽然考试成绩可能是差了点 但总算是考完试了 那么就没玩出 今天呀 一定要玩个购 滚开滚开 嗯 哼 小林她怎么了 就是 怎么刚考完试 心情就不好了 我看她 一定是考得不好 可能考试的时候 作弊给发现了 担心被学校赶出来 所以才发脾气 啊 这个男人婆真是 啊 说什么 你在说谁作弊 你自己看看 啊 是田一峰啊 啊 嗯 你这小子 赢了我的提拉米苏 竟然还在大厅广众 众目睽睽之下享受 这 这分明是在向我示威 岂有此理 我忍无可忍呢 小林 气死我了 喂 什么事 你那些提拉米苏 还有吗 你也想吃吗 你也想吃吗 给你了 你 这是我赢回来的 凭什么要分给你吃 啊 我认出你了 你就是上次在比赛中一直领先 最后输给我的那个手下败将 凌云 是吗 上次只是你走运而已 要不是你的战车失控 现在这些提拉米苏 早就是我的了 你们这帮傻瓜以为 我的战车真的是空了吗 难道 我是故意的 你们居然看不出来 哈哈 真是笨蛋 你这家伙 想了我的提拉米苏 还敢说我是笨蛋 我跟你拼了 不要浪费食物 要是你真有本事的话 我们再赛一场吧 你是第四名 我的手下败将的手下败将的手下败将 就凭你 还有我 排第三的 哈哈哈哈 反正本少爷有时间 你们不怕再说的话 就跟你们几个傻瓜玩玩吧 出来吧 雷速到 了 我可以继续 打 disorder 你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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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际塑埔 比如说 闪嘴 搞什么 就是 什么 好 要是这次输了 可不要不服气哦 废话少说 准备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